黎巴嫩真主黨BB code爆炸案 扯出台灣廠商金阿波羅 甚至還傳出台灣跟以色列 有情報交換 有認知作戰操作的痕跡 這樣的狀況存在 各國都有一些軍事交流 或者是一些情報交流 不要再把這個台灣 武斷的去捲入這樣子的一個事件 台灣生產的這個BB code 是不會爆炸的 嚴正否認爆炸案跟台灣有關聯 國安人士更示警 中國境外勢力發動認知作戰 惡意將台灣與爆炸案連結 把爆炸案扣上台獨帽子 中國網站相關報導滿天飛 甚至國內社群PTT 也有帳號發文說 BB code台灣沒參加嗎 國安發現發文帳號 IP位置不斷移動 懷疑就是認知作戰上 扮演在地協力者角色 國安單位還把它引到 像認知作戰 我覺得這個都非常不可舉 這對我們會造成什麼樣的 國際的形象的損傷 如果金阿波羅真的有介入跟參與的話 那我覺得我們必須要採取相關的行動 即便政府跟廠商都強調沒介入 但藍尾卻反批國安單位別亂帶風向 把這件事情跟台灣的廠商 甚至台灣的政府做惡意的連結 非常不應該假消息假訊息的來源 已經開始追查 國安緊盯境外輿論 惡意操作橫跡明顯 一起BB Call爆炸案 前動資訊認知作戰 藍綠反應大不同 台北採訪到 轟炸 轟炸 再轟炸 以色列軍方對真主黨的攻擊不再隱晦 直接進行空襲 戰機低空飛過貝魯特上空 以色列試圖削弱真主黨的行動 全面啟動 從17號開始 真主黨受到呼叫器爆炸的攻擊 至今已經釀出37人死亡 超過2900人受傷 起初相關專家 預測呼叫器爆炸案 至少花了一年規劃 但ABC News20號引述知情人士 說這起計劃叫做 Supply Chain Interdiction 供應鏈計劃 而且不只花了一年 而是花了15年 計劃的內容就是在呼叫器中 植入1到2盎司的炸藥 並且透過遙控器引爆 這些都是削弱建築黨實力的計劃環節 相關細節陸續曝光後 黎巴嫩除了致函聯合國安理會 指控預謀犯案 境內也頒布了新的命令 要禁止旅客把BB Call 對講機帶上飛機 甚至乾脆直接停飛 據呼叫器到底哪來的 目前調查人員順藤摸瓜 找到了一家保加利亞的空殼公司 但早已人去樓空 負責人也下落不明 以色列對黎巴嫩 建築黨的行動 幾乎已經不是秘密 找尋相關細節 而且帳面上是想求真相 更怕的只是要找開戰理由 三綠新聞報導 短短二十四小時內 黎巴嫩真主黨遭遇兩波大規模爆炸 第二輪對講機的爆炸威力 更甚呼叫器 而爆炸碎片上有日商 ICOM標示 CNN從印度取得了這款對講機原型 日商高層受訪表示 不排除這批對講機是假貨 拿出照片比對強調 業者說這款ICV82機型 早在2014年就停產 市面上流通的幾乎都是仿冒品 也因為驗品太多 2013年8月起 正會會貼上防偽貼紙 ICOM甚至推出了指示 對方偏貼紙 顯示彈簽證明 但業者也坦承 如果裝置在2013年夏天前生產出貨 的確有可能還沒貼上防偽標籤 無法百分百排除是自家公司產品 至於是否可能在生產階段 就被安裝爆裂物 廠商撇清是不可能的任務 業者表示以生產線標準流程 不可能有餘裕裝炸藥 日本專家則認為運送階段被改造機率較高 根據CNN等外媒報導 貝魯特港口假貨貨櫃氾濫 通常都塞在真主黨控制的倉庫 要動手腳不怕沒機會 呼叫器 對講機今天二連爆 被牽連的海外廠商也成了國際關注焦點 三點新聞 柯雅漢報導